香港《雙報》是70周年 在這裡捉他們生日快樂 《雙報》的好處是它很接地氣 還有它的獨者群裏面 有很多都是基層市民 也有年長人士 因為它是歷史的場 大家看完之後就覺得很親切 很多事情都能夠反映到他們的心聲 而且很實用 商界的朋友很多都會看 特別關心內地的朋友 如果你想對內地多一點的了解 或者想將一些信息帶到內地的話 我想《雙報》一定會幫到你 我想我一向都很積極支持 還有鼓勵盡量用一些入屋 很平易近人人都明白的方式 去講一些法律的知識 或者怪笑一些關於法治環境的事 我想《雙報》作為一個這麼有歷史 有這麼有權威性的報紙 在這方面可以做多些功夫 就是用多些心動 一般人都有興趣的方式 做一些比較複雜的法律問題 向大家推介 灌輸一些正確的法治的知識 相關的資料給讀者 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做到很大的共變 首先祝賀《雙報》70週年的報慶 《雙報》一直以來自力服務社群 為大家講這個真實故事 希望日後我們繼續合作共同講好香港故事 講好國家的故事 首先我祝賀《雙報》70週年 今天是一個很開心的日子 一向香港《雙報》都是以一個很貼地 很有趣的報導新聞的角度 尤其是我們海關的工作 除了執法以外 其實有很多都是變相禮貌方面的工作 我希望《雙報》在未來的日子 可以多些報導我們香港海關 在台灣區的建設裏 可以做一個變相禮貌的角色 尤其是可以將內地的商品 怎樣帶出去 也將外國的商品怎樣引進來 在一個加強香港的經濟 國內的經濟方面 可以多些說好故事 首先在這裡恭喜《雙報》 香港《雙報》70週年的致興 我知道你們《雙報》是其中香港 歷史最悠久的一份報章 一直大家都堅守說實話 講實事 我們希望《雙報》繼續在未來 再多一個兩個70年 都繼續說好中國故事 香港故事 甚至乎是警察故事 多謝 首先恭喜《雙報》79年 人生70古內氣 70年真是不容易 在香港這個環境之下堅持到70年 亦都對香港的民生 政府的功能 服務 帶來正面的影響 其實我相信《雙報》在過去70年 都做得很好 接下來都希望《雙報》 堅持說好中國故事 說好香港故事 說好我們每一個政府部門 民生的故事 請問我多謝 請問我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